由於現在住戶居家安全意識的提升 還有美觀的部分 有很多的住戶他不願意在自己家門的門鎖的上方 去挖一個小孔作為一個貓眼的透視鏡 所以說像這樣的類型有帶屏幕的一個貓眼電子鎖 就被有很多這樣需求的一個用戶給廣泛的去使用到 這台VOC RTS電子鎖功能有多強 讓我整理給你聽 指紋 密碼 卡片 鑰匙 聯網 貓眼 六合一的功能組合 以這台VOC RTS的功能來說 一旦你只要連上網路就可以啟動兩個功能 一個是近端抓拍 一個是遠端抓拍 近端則是透過這個螢幕可以看得到屏幕上有誰 也就是說你的一些資料是暫存在上面的 那如果是遠端的話就是說 你可以利用手機的部分可以觀看到戶外有誰 有可能人是在我的門前徘徊 他都可以透過這個抓拍的方式把它給存留在我的手機裡面 常常在家裡的用戶 譬如說他沒有手機 年長者 甚至於是小朋友 只需要觸發這個按鈕一下 按一下他就可以觀看到戶外的畫面 也可以透過這個畫面觀看一下到底訪客是誰 確保室內的安全性 那他的電池供電來源的話是在這個室內貓眼屏幕的後方 那我們按一下上面這個卡扣點下去之後 可以把這個屏幕給拿下來 那這邊會有一個離電池 它可以進行這個反覆的充電 那我們記得要使用這個5V2A的一個充電器 靜止使用快充 下方這邊會有一個硬體設置鍵 一個點擊它 長壓它的話 這邊可以進行回復原廠設置 右邊這邊會出現012這邊是一個音量調節的一個設置鍵 室內處如何開門 這個類型在開門的方式更會把我們傳統所不太一樣 它需要在這個把手的部分去進行雙擊的動作 那前面會有一個開門鈕 後面會有一個手指的感應處 這兩個位置要同時去觸碰的時候 它才會進行開門 那如果家裡有小朋友有寵物 甚至於你家是比如說白鐵門 上面有柵欄的 很容易讓人家用工具甚至鐵師去勾它 去觸碰這個開門鈕的時候 它就產生非常強大的一個防護的效果 它開門的方式是這樣子 你把你的四根手指頭 放在這個門把的後面 整個大面積觸碰到 不要動 接著我們進行點擊的動作開 這時候你的門手就直接開起來了 你也不需要進行推或拉 當你的電子手沒有電或損壞的時候 你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械旋鈕來進行緊急的開門 旋轉就可以進行開門 這時候不管你有沒有電 這個功能都是不會喪失的 所以你不會有出不去的問題 當你使用電子鎖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全線分級制的部分 把這個進門的全線給分級出來 也就是說 大家雖然都有登錄過資料 你可以決定它 在這個時段它能不能夠進來 全線分級制分為三個等級 管理者、主人還有客人 管理者可以設定主機 解除內門繁鎖還有一般的開門 主人可以解除內鎖一般開門 客人只能做一般的開門 三個等級只要在我們室內把手的裡面 會有一個小房子圖案 只要我們按壓下去 只會啟動這樣的一個分級權限的制度 這樣就可以隨時管控 要不要讓這位訪客或親友 進到你的屋內來 外觀的部分整隻幾乎都是黑色的 那除了這個前面板、數字面板 跟後面這個貓眼面板的情況下 所有你看到黑色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金屬 像鋼琴霧面烤漆的一個感覺 質感也是非常的好 戶外指紋的開門方式還有重點 一般我們在做一個指紋開門的時候 譬如說像手機好了 手機要進行解鎖的時候 肯定是我們的手握住手機 穩定住之後 用手指紋按壓開門 當我們如果進行這樣的動作 遠距離或者不經意的這樣戳插 你肯定是開不了手機了 反而會把你的手機鎖住 其實電子鎖的概念也是相當一樣 當我們在進行開門的時候很簡單 只需要把我們的手 放在這個把手部分穩定住之後 不要飄移 指紋輕輕的碰上去 這樣就可以進行解鎖開門 戶外的觸控面板一體成型 它有點像類 鋼化玻璃材質的感覺 它把數字面板還有卡片的區域 給包覆起來了 數字面板的時候 會在觸發的時候才會喚醒 這類型的鋼化玻璃 我們生活碰撞 不喜歡碰撞到的部分 只要不是欄頭故意二一敲打的情況下 它都可以有效的保護 我們這樣的一個數字面板 密碼的開門方式 當我們要回家的時候 只要觸摸一下這個面板 面板就會發亮 一旦發亮的時候 輸入你預先設定好的密碼 然後按緊字鍵可以進行開門 我的密碼已經設定成123456 所以我回家的時候 觸摸面板 並且輸入123456 按緊字鍵 這樣就可以完成開門 當你使用密碼開門的時候 你的周遭有親戚或朋友 甚至有鄰居的時候 你不方便讓他們看到 你可以利用防偷盔機制的功能 避開他們眼睛的視線 讓他們看不出來你按的密碼是什麼 我的密碼是123456 我可以先觸發面板 先混淆他們 我先亂按 亂按的過程中他們應該不記得了 接著我再按123456 然後再亂按 這樣按緊字鍵 這樣就可以進行開門 這樣就可以有效地 避開到他們的視線 來提高我們密碼開門的安全性 如果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不管再高階的主機 它的密碼功能都還是會存在 其實密碼功能存在的意義 它其實是進去設定做使用 現在很多公司行號 甚至於是住宅大樓 它其實都有那個門禁卡 一個持扣 那有一些任務希望方便 也把這個大廳的一個持扣 給結合在一起 也就是說 我回家的時候 進大廳坐電梯 然後開門鎖很方便 那這樣的行為 我是比較不建議 因為卡片本身的概念是這樣子 卡片本身它裡面會有一組編碼 所以說比較不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家裡是住宅 是公司行號大樓有持扣 不建議配對在一起 因為很有可能你配對在一起之後 大家編碼相同 很有可能它利用它的卡片 就可以開你家的大門 一旦安裝電子鎖之後 我們的鑰匙基本上 就不會放在身上 因為我們裝電子鎖 就是為了便利性 什麼東西都不帶 實質上卡片它最大的功能是什麼 因為當我們家庭裡面 已經沒有鑰匙的時候 如果你有反客朋友來家裡 他只是出去買個東西 你要怎麼讓他再回到家裡 你肯定要自己去幫他把門打開 沒錯吧 這時候你可以設定一張卡片 把它設定成客人等級 放在你的玄關處 臨時當作你訪客的一個備用鑰匙 他出門的時候 你就借磁扣給他 回來的時候 他就利用這個磁扣來開門 開門放置後 其實只要靠上這個卡片 這樣就可以進行開門 側邊的鎖體 它採用的是 三連式不鏽鋼的材質 去做一個三叉的鎖體 它這個鞋蛇除了有固定門片的功能以外 它也算是一個感應器 當我們能一旦關閉之後 碰觸到這個三叉蛇的時候 我們下方的鎖蛇會往外套出來 進行上鎖的動作 像這樣三個不鏽鋼鎖的一個設計的話 它可以從應付到我們一般生活中 從小到大 從薄到厚的門都可以適用 我想這樣的安全性其實是非常的足夠 當你從戶外回來的時候 發現你家的電所沒有電的話 那怎麼辦 沒關係 利用兩個開門方式 使用Tab-C的一個電線 接上行動電源 插入底部的一個供電處 對它進行臨時供電 然後輸入任何一個解鎖方式 都可以進行開門 第二個部分的話 是實體鑰匙 原則上我們會有兩支實體鑰匙 這時候我們鑰匙要放哪裡 一旦裝了電子索 就不要攜帶東西了 所以這個東西肯定不會在身上 那更不應該在家裡 當電子索發生故障損壞的時候 你可以方便取得到它 那我們會建議放在哪裡 車上 辦公室 親戚家 父母家 只要是戶外拿得到的地方都可以 電子索聯網的需求以及功能 當我們要安裝電子索之前的話 首先要先把家裡的Wi-Fi環境給建置好 它的需求是需要2.4G的網路 如果你想要體驗更好的一個網路品質的話 非常不建議你使用那種共享型的社區型的網路 我就要建議你獨立拉一條自己的一個Wi-Fi的線路 不管你在使用3C產品 甚至於是玩遊戲的時候 都能有更好的一個體驗 以上就是這台VOC RTS的一個功能介紹 那如果對於功能還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 麻煩底下留言 按讚加分享還要開啟小鈴鐺